在很多的ROBLAS遊戲中 右上角的玩家列表 都可以看到玩家間呢 被分成了不同隊伍 例如Jailbreak、越獄 分成了犯人、警察、還有囚犯 讓你們的快樂叔叔克拉克在這部影片 教會你使用隊伍Teams 讓玩家能夠自由切換隊伍 還能夠設置隊伍的重生點喔 在ROBLAS中有一個內建的隊伍系統 Teams Teams是一個Service 就像我們以前介紹過的Players Collision Service 還有Badge Service一樣 Teams的存在就是為了讓我們使用ROBLAS內建的隊伍 Teams 在這裡又有一個新東西 Teams出現了 那我們先來搞清楚Teams和Teams之間的區別 英文好或不好的數碼們應該都看得出來 Teams和Teams之間只差了一個S Teams就是在指多個隊伍 也就是複數 Teams是一個Service Teams則是在指單一個隊伍 例如紅隊 Red Team 和藍隊 Blue Team 這兩個是不同的隊伍 Teams是一個可以被創建的Object Teams和Teams擁有完全不同的功能 請各位在使用的時候要區分清楚 讓我們來到ROBLAS Studio 看到Explorer視窗 應該能夠看到這些預設的Service中 就有Teams這個Service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點擊上方的Model選項 右邊有一個藍紅齒輪寫著Service 這裡藏著一些你平常不會使用到 或是你不小心刪掉的Service Teams代表複數的隊伍 但我們現在還沒有任何隊伍 我們點擊旁邊的加號 搜尋Team 將它新增到Teams裡面 現在我們按下Play進入測試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玩家呢 在右上角的玩家列表 自動被加入了一個名稱叫做 Team的白色隊伍 讓我們結束測試 點擊剛剛新增的Team 看到屬性Property視窗 現在我們來改造這個Team 首先呢我們先來幫它取一個好一點的名字 我們修改它的念屬性 這個名稱呢不管你要取中文還是英文都可以 卡克這裡就叫它Rating 好 既然它都叫做Rating了 如果它的隊伍顏色不是紅色 肯定很奇怪對吧 現在我們將它的Team Color屬性 改成紅色 Really Red Team Color這個屬性呢 是每個隊伍出現在玩家列表上 隊伍名稱的背景顏色 在進入遊戲後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玩家呢 自動被加入了一個名稱叫做Rating的紅色隊伍 在這裡呢要特別注意 每一個顏色呢都只能代表一個Team 如果你現在有兩個Team 都使用了同一個顏色 只會有其中一個隊伍顯示在玩家列表上 但如果你不想讓玩家自動加入任何隊伍 讓我們再次看到Rating的屬性 導致我們自動加入隊伍的元凶呢 叫做Auto Assignable 自動分配 而在預設的情況下呢會是True 如果你希望玩家一開始不在任何隊伍裡 那你就把它給取消掉 現在我們再次按下Play 進入測試 神奇的事情發生了 玩家竟然被分配到了一個名稱叫做Neutral的隊伍 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讓我們長話短說 一個玩家呢在分配到隊伍之前 就會是處於中立Neutral的狀態 我們的玩家Player的Object 底下有一個叫做Neutral的屬性 這是一個布林子 如果玩家不屬於任何隊伍 這個屬性呢就會是True 也就是玩家是中立的 相反的 如果玩家屬於遊戲中的任何一個隊伍 這個屬性呢就會是False 這邊呢要特別強調 Neutral不是一個Team 如果你嘗試在腳本中 把玩家丟進Neutral的隊伍裡 你只會得到錯誤訊息而已 喔對了如果你還不知道Player是什麼 我非常推薦你看這部克拉克的影片 我們詳細講解了Player的用途 這真的是一部好影片 它值得更多的觀看 在開發Roblast遊戲的過程中 有了這方面的知識 能夠幫你解決非常多的問題 好 那麼我們要怎麼在腳本裡面知道 玩家目前正在哪一個隊伍裡面呢 答案當然就是玩家Player的Object底下 有的這兩個屬性Tim和TimColor 這個屬性的值呢就代表著玩家 所屬的隊伍的Tim的Object 不是單純是名稱喔 不要搞錯了 假設玩家加入Rating 那這個值呢就會是Rating的Object 但是如果玩家不屬於任何隊伍 也就是處於Neutral中立的話 我們Tim的這個值呢就會是Neil空直 而TimColor呢就是所屬的隊伍顏色 Tim還有TimColor這兩個屬性呢是互相有連結的 如果其中一個屬性變成了另外一個隊伍或顏色 另外一個屬性呢也會跟著改變 我們在腳本中改變玩家的隊伍的時候 絕大多數情況下只會去改變Tim的這個屬性 也因為他跟TimColor有著連結 腳本中就不需要特別再將TimColor再次進行修改了 玩遊戲如果所有人都在同一隊 那遊戲就不好玩了 我們點擊Rating按鍵盤上的Ctrl加D 將他給複製一份 接著我們將複製的名稱呢改為Blue Team TimColor屬性呢我們也改成藍色 Really Blue 接著我們來談談如果我們不使用Auto Assignable這個屬性 來分配玩家的隊伍的話 我們該怎麼切換玩家的隊伍 讓我們先從簡單的不用寫任何腳本的方式開始 每一個Rubulus的創作者在創建一個新的Best Play的時候 都一定有看過了這個Spun Location重生點 它底下呢有一排關於Tim的屬性 呃如果你沒有看到的話 注意看一下Explore視窗 你是不是點到Spun Location底下的Decol了 在這一排關於Tim的屬性這裡 我們可以看到兩個已經很熟悉的屬性 Neutral還有TimColor 在預設情況下 Spun Location的Neutral屬性會是True 這不是在說只有Neutral中立的玩家 才會重生在這個地點 這個屬性如果是True 代表著所有玩家 不管你是哪一個隊伍的 都可以重生在這裡 而不會管TimColor有沒有被設定 再來就是TimColor 我相信聰明的屬寶們 肯定馬上就能理解這個屬性 放在Spun Location重生點上 有著什麼樣的功能 這個屬性當然就是根據隊伍顏色 來決定相應隊伍的重生點 我們現在Teams裡面呢 有兩個Team Ray Team還有Blue Team 我們點擊上方的Model選項 接著點擊右邊的Spun 我們新增兩個全新的Spun Location 再來我們將他們的Neutral屬性都取消 給設為Force 因為我們不希望任何玩家 都可以重生在這兩個重生點 我們接著分別將他們的TeenColor屬性呢 給調整為兩對的顏色 Really Red還有Really Blue 那麼很明顯的 我們剛剛調整了TeenColor 但是這兩個Spun Location的顏色 卻沒有發生改變 這是因為TeenColor這個屬性呢 和Blue Color或者是Color 這兩個屬性是沒有任何直接關聯的 這邊呢我們修改一下這兩個Spun Location 本身的Blue Color屬性 一個紅色 一個藍色 OK 接著我們將這兩個Spun Location的 Allow Team Change on Touch 這個屬性呢給打勾 按下Play進度測試 Allow Team Change on Touch 這個屬性的作用呢就是 允許我們的玩家碰到這個Spun Location之後 切換成對應顏色的隊伍 最後我們來測試一下重生的功能 我們切換成Rating 按ESC Reset Character 重置我們的人偶 OK 我們的角色呢 正確重生在紅色重生點了 接著是Blue Team 我們重置人偶 OK 同樣重生在藍色重生點了 到這邊可能有人在測試的時候 重生到原本的中立重生點 還記得嗎 我們Spun Location的Neutral屬性 如果打勾是True的話 代表著所有隊伍的玩家 都可以重生在這裡喔 那麼如果你仔細思考一下這個功能 這不就是某些阿比跑酷類遊戲的紀錄點功能嗎 再來 畢竟這還是一個加油程式的頻道 我們來實作一個有點像Jail Black 用按鈕呢來切換隊伍的功能 我們在Server Script Service底下 新增一個Script 在Replicated Storage裡面 新增一個Remote Event 將它改名為Change Team 最後我們在Starter GUI裡面 新增一個Screen GUI 在Screen GUI裡面呢 新增一個Local Script 再接著新增兩個TextButton 分別取名為RatingBTN 和Blue TeamBTN 將裡面的文字呢改為紅隊和藍隊 最後再經過一些美化 OK 準備工作都完成了 接著我們來寫程式 讓我們先從Local Script開始 首先呢我們定義這兩個變數 分別是Replicated Storage 我們用Gate Service來取得這個服務 當然也別忘了我們Replicated Storage底下的 全軍team這個Remote Event 再來我們定義這幾個變數 分別代表Screen GUI 還有底下的兩個切換隊伍的按鈕 因為我們要偵測玩家按下按鈕 我們使用Mouse Button One Down的Event 來偵測這件事情 我們在Event裡面呢 使用全軍team 冒號Fire Server 傳送一筆資料給伺服器端 那麼我們要傳送什麼資料呢 當然就是隊伍的名稱啦 Ray Team BTN就傳送Ray Team的字串 Blue Team BTN就傳送Blue Team的字串 到這邊呢客戶端的Local Script就完成了 再來讓我們看到Script 因為客戶端有Fire Server傳遞一筆資料 我們在伺服器端呢自然要接收這一筆資料 我們同樣呢定義這兩個變數 因為我們要使用全軍team底下的On Server Event事件 我們使用On Server Event來接收來自客戶端的資料的時候 On Server Event第一個接收到的資料 不會是我們剛剛傳遞過來的隊伍名稱 而是一個Player的Object 這點呢在接下來很重要 如果你不知道Remoto Event的原理 趕快回去複習這部影片 在收到Player之後 才會是客戶端傳遞過來的資料 也就是隊伍名稱 我叫他TeamName OK 重點來了要專心看 我們在改變玩家隊伍的時候呢 我們要使用到Teams這個Service 還記得我們前面講過 玩家Player的Object底下 有一個叫做Team的屬性嗎? 沒錯 在這裡呢我們將Player的Team 設定為Teams底下的其中一個Team 因為我們玩家在客戶端傳過來的隊伍名稱呢 會是一個字串 所以我們將TeamName呢 放在中刮戶裡面 按下Play進入測試 現在我們就可以使用按鈕 來切換成Rating或Blue Team了 對,克拉克我知道 這個功能呢 一點都不像GeoBreak 因為GeoBreak的切換隊伍功能 比你想像中的還要複雜 我們一片腳本寫到這裡已經太長了 不然這樣吧 你現在馬上幫這部影片按一個讚讚 如果這部影片呢超過100個讚 克拉克就做一部實作影片 完整分析GeoBreak的切換隊伍功能 然後實作出來給各位好書寶們學習 聽起來不錯對吧 趕快按一個讚讚吧 在影片的最後呢 要特別感謝所有加入頻道會員的好書寶們 有了各位的幫助 克拉克才有辦法更穩定的製作更多 關於開發Roblox遊戲的教學影片 如果你還不想加入會員 那你也可以選擇幫這部影片按一個讚 並且訂閱這個頻道開啟小鈴鐺 這樣同樣能夠幫助到這個頻道的成長喔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這裡是卡克 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